今年是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 非洲肯雅南部的草原 当年也曾经是德军和英军的战场 数十万无辜的非洲人被征召入伍 担任辛苦的搬运工人 最后有超过9万人死亡 但是这个惨烈的牺牲逐渐被世人遗忘 肯雅博物馆最近特别推出了一个旅游行程 提醒世人战争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深刻的伤痕 肯雅南方的草原一望无际 在100年前 Makono Mavaka的祖父被迫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非洲战场 成为英国军方的搬运工 Makono Mavaka的父亲逃过一死 不过其他人没有这么幸运 数十万非洲人被征召上战场 多数人担任搬运工 诺贝尔文学奖德主Kiplin形容这群非洲工人就像是军队的手脚 经过四年战争 有9万名非洲人因病死去 可是这场由德军与英军挑起的非洲战事 早就被世人遗忘 肯雅南方的草原到今天都还可以挖出百年前的战争遗物 非洲象在草原上漫步 丰富的自然生态吸引了很多观光客 坑雅国家博物馆也推出老战场旅游行程 结合文化与地景 铭记百年前的战争历史